第十二季第五集 剛剛有一大批嘉賓 現在場面冷清了很多 不過我們請了另一位嘉賓上來 厲害了 來自日本的Youtaraman 的粉絲 大衛 大家好 大家應該對Ultraman很熟悉 這個版本 這就是兩隻之前的 3-0會出了第一隻Ultraman 之後就出了7 現在最新的 在大家的面前 Ace 其實也說多一點 無魂也已經剛剛出了Ace 我也入手 質素不錯 我也猜不到質素真的不錯 所以這次3-0如何對戰呢? 就可以看一看 如果大家有看清水泳一 下口套漫畫的話 都知道這次 如果純粹說SSP 以超人裝甲服來說 超人Ace 就是叫做第三件 正式出場 因為我當他父親那件 試板不計 因為他後來是穿這個 座飛甲 所以原則上Ace甲也是第三件 沒錯 Ace甲好像現在這張圖 本身的漫畫主角 就是叫做北斗星師 他應該是三個Ultraman 之中最年輕的 16歲 沒錯 故事是說他因為空難 四肢斷彈 其實那次就因為 聲團評議會 就有些代表在機場上 而聲團評議會 派了殺手Ace Q 就想著一炮 把他們全部乾掉 而不幸運 北斗星師就是機場上的城 沒錯 所以一拼被乾掉 沒錯 真真正正的Ultraman 化身了做這個 叫什麼名字 我真的不太記得了 我都不記得了 叫做勉強救回北斗星師 不過他到期時的四肢已經殘廢了 看到這裏 其實我有印象 以前美國的一個特攝片 這個六億美元的左眼 你用特攝片這個 term 我覺得很棒 莫屎敵 莫屎敵 那是惡屎敵 還是莫屎敵 我到現在都講了 其實兩組都有人說 但當年是叫莫屎敵 還是惡屎敵 惡屎敵 惡多人 我們找我們當中最年紀 最成熟的一個文法 應該就是我聽慣 惡屎敵 惡非惡 因為開頭那一段文法 是惡屎敵 因為太空以外 受傷 醫生覺得他是不能救的 然後他突然改造 左眼右手 雙腳都遇上不同的症狀 這些就叫做 銷量 你百姓一定是記得的 我想說這隻叫揭露年齡 還是一樣 我也是後聽回來 聽你們說的 太空團隊打了很多個關斗 這樣破爛 我覺得我很喜歡看那一幕 所以這個一出場 我就有這個印象 所以很印象很深 而且他可以改造成這樣 可以 以前是人的變身 通常是ultimate 都是變身 但是他改造了機械的手腳 在一般的情況下 他已經是ultimate 沒錯 好啦 真是說回來 這次V-ZERO 帶給大家的 Ultaramang Ace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 大家如果現在看到這個真身 其實他們都把整個骨架 頭雕全部都是 重新去製作過的 所以你會覺得 他跟動畫中的造型 是很相似的 另外就是 他可以看到 他現在暫時 他推出的時候 就會有四套手 總共的四對手 就有這個 切角光線 就是這個 一大塊的光線 到時候可以 一個大效件 就可以裝在手上的 我想 暫時來說 真的很大件 因為在動畫中 他經常都用這支去殺 收配大武光線 沒錯 切角用的 沒錯 還好像 街霸一樣 現在大家看看背後 他的背包 會安裝一個飛行裝置 有一個飛行系統 也是一個 在動畫中 一個很icon的背包 因為他有時候會飛開 然後去避開人 對 因為暫時來說 只是暫時 擁有飛行能力的裝甲 只有 超人Ace 沒錯 進次郎不需要 根本就是念動力 沒有空術 另當別論 大家如果看看 有一個部件將會有少許改動 因為手臂 大家如果看到 他可以換件 這裡可以換 因為他本身 正在使用磁石 裝甲 但是將來 會用一個套件 不會用磁石 即下裝 對 這個要給大家注意 我們有沒有說過 這一個是Flow Type 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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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 這一個是試版 所以這一個環節 也叫做 懸言不論 當然 配件來說 都好像大家都看到 這麼多 有四對手 最重要是什麼 C-Pi 修武炮 修武炮 你C-Pi 修武炮 如果大家有追開漫畫 他對這個Ace Killer 的致命一擊 過一集都真的很熱血 沒錯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 你就覺得 他是憑死邊緣 究竟是怎樣可以打敗 反敗為勝 所以都是勝不了 沒錯 你小時候想不到 他拿開手套 就是那個 什麼叫做手 手腕 整隻手腕 拔了 然後在近距離 出一個大口勁的炮 一下子打 打下Ace 這是很長意表 這個寫法的ending 雖然他差不多是 叫做垂死掙扎 但是真的是一個 拿回最尾材 沒錯 沒錯 坦白說 我看這套書 對這個人的印象一般 過一集之後 就要改觀 當然 今次這一個 就叫動畫版 不知道接下來 會不會有 shoot version A shoot version B 這些後話 都是那幾個 今次帶給大家的 紙是一個 phototype 是 接下來在 正式出貨的時候 大貨應該都會 有些地方會改善 沒錯 其實開訂 今天已經開始了 大家都可以上官網 或者其他零售商 零售商都可以買到 價錢是一千元樓下 會 絕對抵 我想問一千元樓下眼睛會不會亮燈 是 如果大家 正式貨 正式貨 就是每隻眼睛 以及胸口 都會亮燈 對 跟以往之前 SEVEN 或者Ultimate 那隻 做法都差不多 因為現在 Flow Type 1 就未必展示到 對 沒錯 這次 其實 因為我有買 毛刀雲那隻 本身 大家在外形上 都頗有出入 VZERO 本身這次 可以看回 它在外形上 曲線 相對性 是多很多 造型上 是比較 切入動畫版 不是漫畫版 我會說是動畫版 你看看它的 curve位 是多很多 而 無動雲本身 我自己都覺得 是一件不錯的產品 它比較像 千夕鏈 亦都在線條上 是比較硬的 直線條居多 所以 要有一個 詳細的對決 可能都真的 要 Depends on 你對於 在ACE 他想 曲線的造型 多些 還是喜歡一些 硬朗的線條 大家可以在這方面 做一個比較 是 因為這次的設計 因為本身 它是三隻 Ultraman 比較小的 所以 會著重 在 兩邊的手 肌肉紋 以及 胸口 的 橫向 都是 最突出 在這幾個位置 而且 它算是一個 比較靈活的Ultraman 所以它的腳 不會說 比 Ultraman 或者Seven 比較粗壯 它 比較黏 一點 它 都是幫助活動能力的 顯示動畫 裡面的活動能力 還有 說多一點 本身 Visio 這個版本 真的比較像 北斗星師 因為 是少年 16歲 而這個 無雲版 我覺得 比較像 已經成長的 北斗星師 整個比例 是 挺硬朗 挺大 也是 看回大家 對於 不同演繹的 超人 Ace 你喜歡哪個版本 我覺得 這方面的著墨 會好一點 好 油 差不多 多一句 記住 這件東西 一叉東西在樓下 什麼時候 都要預計明年的 第二季左右 都很正常 起碼要半年 因為 Flow Type 要開模 要試 我補充一點 其實這一刻 我看到 Flow Type 非常人性化 像穿了特色片 制服 特色片的樣子 而 阿醒德哥 另一個牌子 很機械化 可能分別真的 不過要看回你們 對漫畫 自己喜歡的地方 你自己本身 對於 Ultraman Shoot 你是喜歡一些 特色化 比較像皮套 還是要追求外形 要線條尾 坦白說 兩件事 遲些 等真正的 船頭版 我們會再帶上來 大家再玩一玩 看看他的感受 玩這些隔壹 沒錯 沒錯 都不爭 再多說一些 接下來 其實只有三隻 Jack 太郎 將來的尼奧兄弟 還有這個 我自己最喜歡的 老鬼 座妃 會不會出的 拭目以待 來 下班了 好 學到東西 稍後怕 還有東西的 好 好 謝謝 謝謝 分 你拿 拿機 要不要唱啊